精品聯名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好像他身上這件衣服 現在國外搶到不行 他就是買不到 就是搶不到 台灣那時候周杰 他穿了這個發出來之後 沒多久我就拿到了 我應該算很前面拿到的 這是全球只有65件 第32件 然後還有主力人的青籤 我覺得這個一播出之後 等一下我的 可能我家人可能就自己找我 完蛋了 歡迎收看漢桃天下 我是安智 相信大家應該都很喜歡一些 潮流品牌跟精品品牌 很多特殊的品牌 你是沒有辦法在台灣的專櫃買到的 尤其是一些限量的聯名款 現在更多的是潮流加上精品的聯名款 可是只有國外才會有 所以由一個行業誕生的 就是所謂的專業代購 那我今天邀請了我的好朋友 來跟我們分享 所謂的專業代購 遇到了一些什麼事情 還有他的眼光在哪裡 要怎麼樣去幫大家 搶到特別好的商品 我們歡迎我的好朋友 秀鴻 那個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個和這個 這是你的 特殊購買的商品 一來先交貨 哈哈哈哈 這是Fill of God跟Lenya 品牌聯名的 Lenya它是那個西裝的精品 而且我之前就已經買過他們聯名的衣服 我會有點比較不常穿 是因為它真的是很細緻 然後質感很好 但是我沒有特殊的場合 我幾乎不會穿到它 當你摸到這個精品的時候 你會覺得哇 怎麼會這麼棒 即便你不穿它 你都覺得 它就是一個藝術品 你買那麼多東西 你會不會有些東西跟他買來 你也沒穿過 我很多都沒穿 我跟我有幾個朋友是 有一些嗜好啦 就是我沒有選擇障礙 所以沒有辦法 挑一兩樣來買 所以就全買了 而且我有時候常常 我在滑IG的時候 我看到一些很帥的鞋子 我就問他說 欸這個出來了沒 你知道嗎 他很厲害的是 他知道這個鞋子是 從哪邊會發 然後是已經發行了沒 或者是幾月幾號會上 然後他說 哥我去幫你搶 然後我去看 我看有沒有辦法幫你拿到 就像這雙Joden一樣 他的漸層做得超漂亮的 他這個是跟一個 那個拉丁歌手對不對 Jay Boven 然後去聯名的 剛發售我就拿到了 但是我拿到我都沒有要穿 我希望未來有一個人 可以做一件事情 把鞋子變成配件 然後可以帶出門那一種 他把他掛起來 然後他可能我就把鞋子掛著 然後我就可以出門了 這一雙 台灣那時候 周杰倫他穿了這個發出來之後 沒多久我就拿到了 我應該算很前面拿到的 可是我拿到之後啊 我就在家裡掏上去 這鞋子超重 我沒有辦法穿 結果我就不穿了 這出都多久了 去年 一年多 對一年多 快兩年了 你看我鞋底 我沒有洗過喔 我不洗鞋的 鞋子髒了我就不要了 我這個穿出去 可能就頂多三次而已 他這個不是髒 他是故意做舊 對 做舊 他是做舊的 後來我發現這個鞋 他真的就是只有帥而已 沒了 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踢別人很痛 精品聯名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好像他身上這件衣服 就只有三條線而已 現在國外搶到不行 他就是買不到 就是搶不到 還好當初他跟我講的時候 我買了兩件 我買了呢 我只穿過一次 另外一件還全新的 這也是聯名款 三方聯名 三方聯名 哪三方就讓你講 Easy 然後GAP 跟Balenciaga 就814這樣子 三個品牌聯名 但是因為我很喜歡這件的版型 所以我就跟他說 如果還有就再買個幾件這樣子 很喜歡 亂花錢 對 我覺得這個一播出之後 等一下我的 可能我家人可能就是找我 完蛋了 啊 好 完蛋了 完蛋了 你這件褲子是什麼 這件也是巴里斯加的 比較特別的啦 雖然不是什麼秀款 但是就是比較材質 全部都是羊皮 這個也是帥的 對 這件是那時候4月 對我受邀那個FOG 去看秀的時候 他們現場限量發售的 欸你看喔 在台灣做代購 做到讓FOG 受邀他去現場看秀 你不覺得這很酷嗎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秀容 他是我們台灣 Field of God的 版主 一個社團的版主 大學的時候 他就已經 很有眼光的看到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應該是 他最專業了啦 應該可以這樣講吧 應該是你接觸的最早嘛 然後接觸的最多 你甚至到現場還看過秀 我相信他的交易量 應該也是最大的 這種衣服 你當初就買了 他有在漲價嗎 有現在基本上 就拿這一件 還有我身上這一件 基本上現在手上有貨的 基本上價錢就是有賣家來涵 因為這一件目前 台灣一定是只有我有 因為那時候受邀去看秀的時候 台灣只有我一個人 如果說還有人的話 可以 前面留言讓我知道 因為我現場是沒有看到 然後這一件 這件漲了很多嗎 看看這個你買的時候 應該是三四千對吧 我忘記了 應該是三四千 四千五百塊 好像是 那現在一件大概是 近一次我這幾月 覺得一樣是一件 是大概一萬二千 最近欸 對 這樣子觀眾就覺得 你這個白T三條線 有什麼好賣到這麼貴的 這是他後面還有圖案 是當初看秀 那個我們是去 那個好萊塢的那個秀場 然後這邊寫一個Fuel of God 他就是最經典的 這邊就是有一個皮 皮雕 在這邊 我很多看起來沒有任何logo的衣服 後面可能就有掛這一個 那剛剛講到三條線這個 這個是Jerry 就是Fuel of God的主理人 他前兩年就已經有跟愛迪達簽約 他本來是在Nike 然後他跳槽過去愛迪達 然後那時候大家就一直在等 他們什麼時候會發售 然後等了兩年 到今年我四月收藥去看秀 他們走出來才看到 這一次聯名的商品這樣子 唯一這一件三條線 就是比較唯一能代表愛迪達 然後現場那時候我就 買了十二十件左右有 就那時候拿回來台灣給我的客人 好不好 和這個 還好我買了兩件 那件現在非常有價值 因為到現在 他們聯名的商品 目前有出現過一次 是在上海那時候辦那個 陳冠希他辦一個Innersec的展 然後 那時候唯一出過長袖 然後還有帽T 然後之後從那個時候去年 到現在就再也沒消息了 這一件帶來就是 比較有話題性 這件是 Fill of God主線 然後它是第五季的商品 那這一件它是沒有在 它的官網 或者是任何一個經銷商販售 這一件是比較稀有 它裡面是仿兔毛 不是真的兔毛 不是真的 因為它這件帶進來的時候 有被海關扣起來過 是是是 然後它去提供文件證明說 這個不是真的兔毛 它只是仿兔毛 那時候還繳了稅金 大概將近8500塊 可是它這外面就沒有Logo耶 這一件就非常的舒服 我跟你講 Fill of God就是這樣子 它的外套 它的精品 單價真的都不低 它的價格你已經可以買過 買精品 甚至快要貼近LV了 然後它在它的身上 幾乎找不到Logo 我跟你說 你這個穿出去 沒有人知道它是Fill of God 對 只有懂的人 只有懂的人才知道 要不然就是你很近的貼著它 看著它之後 看到這裡 裡面它們細節都是在這裡 細節在這裡 所以這個外套穿出去的時候 不要穿 你記得你只要一到室內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脫掉 然後反掛 不然人家看不到這個Fill of God在哪裡 這很適合很多一些比較低調的一些 有品味的人士 我自己很多的衣服 我也不會去找大Logo 對 因為我覺得大Logo就是 你好像刻意要人家知道你穿什麼 其實我們要的是它的面料 然後它的質感 它的設計 我並不需要代言你的品牌 對 而是你的這個品牌設計 讓我自己很喜歡 對 那這個是ReadyMate跟BAP聯名的一個款 那ReadyMate是一個日本的品牌 然後主理人是那個細穿熊帶 它的特色就是 它很喜歡用二戰的軍部 來做它的衣服 這是主理人的簽名 清籤嗎 清籤對清籤 那有人會穿嗎 我會穿 洗一洗不會洗掉嗎 乾洗 這是全球只有65件 對 然後第32件 然後還有主理人的清籤 對 我覺得玩衣服玩到這樣子真的算蠻屌的 難怪我們可以當好朋友 就是有特別的堅持 你從學生時代 為什麼你的眼光會挑到Feel of God 當初其實是特別喜歡一個藝人 Justin Bieber 應該大家都知道 他在做那張專輯的時候 他後來演唱會 他就請那個Jerry 就是Feel of God的主理人 請他設計整個演唱會巡迴的衣服 那都是跟Feel of God聯名 然後我那時候就特別注意到說 他的演唱會衣服怎麼都跟一般歌手算出去的不太一樣 而且漸層拼接都很多 然後版型也是比較寬鬆 那個英文其實我也沒有說到非常好 偏偏這個品牌又是美國的品牌 我就是去那種拍賣上面去找 然後就看到有人在賣 那後來就約出來面交 那個人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 對也是那時候接觸Feel of God 也是我們的版主之一 然後就跟他一起創立這個社團 以前都請他幫我代購 後來想一想說 我其實應該可以自己嘗試去了解這個 然後自己去買 自己去把它拉回來這樣 但是你怎麼有辦法從自己是學生 然後幫人家代購 然後變成是一個品牌重要的一個貴賓 然後讓連最重要的秀展都可以邀請你去 應該是說其實當時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完全沒有想過 單純就是熱愛而已 就是特別喜歡 然後就是買 一直買一直買 買到以前怎麼剛工作的時候22K 都買到月光 22K FOG買不到一件 那時候複線剛出來所以主線我買不起 我都是買複線這樣子 就是短褲短袖簡單的幾千塊 然後就一直買一直買 然後之後開始研究 然後開始會有幫人家做鑑定 鑑定這件事情他們也是專業的喔 你如果你覺得你買了這些東西 你不知道或是你有點疑慮 你可以找他好不好 警現Fill of God這個品牌 Fill of God 對他不想得罪別人 其實他都可以 那這件就是Fill of God他轉戰 因為到愛迪達的關係 所以他中間有很長一段時間 沒什麼推出一些新品 然後加上他後來走路線比較偏正裝一點 我還是個人比較喜歡比較街頭一點 然後後來才找到說巴里斯加這個品牌 然後剛好他的那個設計師Demna 也是我很喜歡的一個設計師 然後這一件就是我算是 說巴里斯加衣服裡面最喜歡的一件 你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上面黑黑的一塊一塊是 為什麼當初他要做這樣的設計 你是跟長輩住在一起 或是你媽會唸你的 你千萬不要買這一件 因為他覺得 對不對他覺得不是 他覺得你為什麼要穿這麼髒的衣服出門 你是出去玩泥巴 是不是 他會想盡辦法幫你把它戳乾淨 這戳乾淨就戳賽了 這不是會戳賽而已 你又戳起來 會心痛 你又戳起來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茶壺的故事 就是人家養壺養了一輩子 那個茶壺養得很漂亮 那有人出了一個高價 可能我就出個100萬 我給你買這個茶壺 結果他的老婆很開心 因為明天就要給他了 他就把那個茶壺拿去洗乾淨 結果隔天人家來面加說 欸我那支茶壺呢 就這一支喔幫你洗乾淨 我不要了 他把那個價值 對就是要那個 給洗掉了 對 那個是歲月的痕跡 但是這是故意做舊 因為歲月時間很長 但是他這是潮流 他必須馬上做出他的想法 未來 巴里斯加這幾年也做得很前衛 因為我們有個群組嘛 他會發一些圖片 我看到那個鞋子 我以為他是在開玩笑 我跟你講你會以為那支開玩笑 我以為那個鞋子就是 就真破掉 然後或者是那個鞋已經 一二十年前人家穿過的 然後很舊很髒 但是他是新的 他是故意做成這麼舊的 因為其實這幾年 越來越流行那種Vintage 就是古著店嘛 他們會有一些這種 以前時代啊 以前那種懷舊感 而且Damn Now有說過說 其實做一件全新衣服非常簡單 但是你要把它做到 譬如說你要想到他之後 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個是最難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 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代購也不是買空賣空 因為他自己啊 也很多衣服都是自己買下來 也是自己先花了錢 買下來 然後再賣給你 因為其實他有時候也會遇到 我買一買的時候 這個人落跑了 以前剛做代購的時候 就是那個幫人 客人代購Essentials 就Feel of God 然後那時候沒有想說 稅金這個問題 買了一堆 將近快要五六萬的貨吧 然後那時候進來 稅金就七八千有 五六萬 那時候根本沒有賺錢 可能只賺了兩三千塊 全部都倒賠了 其實中間有時候 偶爾也是會遇到一些 都是我覺得是經驗 就是代購的時候 譬如說財機啊 運費沒有算好 你買過最貴的是什麼 秀款的衣服吧 一件大概二十幾萬台幣 Feel of God嗎 一件衣服而已 不是 Feel of God最貴的 大概也是大概 十五十六萬左右 只要你有興趣 只要你有專業 只要你有熱忱 我覺得每一個行業 你都可以做得非常的好 哪怕你就是一個人 你都可以做得很自在 然後也可以讓別人覺得 你很優秀 好不好 如果你未來 如果你有想要一些 什麼樣特別的精品 什麼樣特別潮流的衣服 或者是一些鞋子 或是你想要的 想得到的想不到的 國外的秀款 請你找他 我不是幫他業配 但他是我的 很好很好的好朋友 因為他幫我代購了很多 解決我這個很多的困擾 因為我不需要花時間再去專櫃了 好不好 那今天的節目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跟著漢濤天下一起 掏進天下 我們下次見 我的外套 我的衣櫃已經掛不下了 我掛到外面那個賽衣籃 然後又掛了兩排 然後賽衣服上面又掛了一排 大概一萬二一萬三分 我還有全新的 八千給你就好 你八千給我 我再去翻一萬五一種 對啊 有有有